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给你看看 这次为什么去 去是因为以前去美国 老听他们说美国有个一号公路 说沿途景色 咱可以看看照片 你看这一号公路 一边是山一边是海 你再看下边 他们说一号公路是世界上陆地和海洋结合的最好的其中一条公路 你再看下边 大峡谷 这次我也去了 大峡谷 再看 这是一个 听说是富源区 17英里 17英里 这个地方 你看有很多怪树 我很喜欢 你再看下边 我要给你看 这是洛杉矶 洛杉矶的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 Gabriel跟Valley的一个路口 是小台北 叫小台北是吧 我觉得在这儿 你知道吗 我在这儿待了两天 我完全不觉得是到了外国 对 这个全统 它里面全部是一个百货公司 周围都是中国人 对 讲的都是中国话 你记早的 你们去哪里第一件事 找个中国店 它是比较好的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 它打破了原来China Town的一个固定的模式 原来China Town讲广东话的 那个是比较破旧 它那个小台北一直是所以比较好的 它就算是一个城市了 对 你看它洛杉矶说的城市 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城市 不是一回事 它大概一条街道也算一个城市 它那刚才不是什么China Town 那就是它的这个小城市的市中心 我一看都是 而且我觉得形成了这个洛杉矶这个地方 你觉得是不是 就是它的这个华人 有一种它的口音 我现在都能觉得出来 就是除了广州话之外 它讲的是普通话 对吧 但它这个普通话呢 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 也有点像台湾的国语 但也不是台湾的国语 但也不是大陆的普通话 最初是台湾的 最初是台湾的 最初洛杉矶 它中国成两个嘛 市中心那边呢 就China Town 就是广东话的 就原来的 你刚才看到的这里 就是沿着Valley 在这一带 就是开始是台湾的人 现在大陆也多 再过去一点 叫Acadia 现在不是说很多贪官 带了人跑到那边吗 对对对 就是在那边 那他说的口音啊 可能是说连讲普通话 或说台湾的国语 都有一种 对 特别的口音 那口音是什么 我告诉你 可能你女儿跟我女儿都是 他们呢 用讲英文的方法 来讲中文 比方说英文啊 问我们中文 讲中文 你今天要去吃饭吗 我们有加个妈 这样问号 他们没有 他们英文没有叫妈 你去吃饭 妈没有叫妈 那他们习惯了 就用中文这样讲 你去吃饭 你来了 你要去玩 这样 那尾音就拉起来 其实它是用英文的语调 来讲中文 所以习惯了 你移民去久了 把英文跟中文混杂起来 就有这种口音 而且徐老师 我给你报告 我这次去了一趟啊 我觉得打消了我一个梦 因为我一直想着早日退休 到洛杉矶一带买个房子 过生活 我这次去啊 我不是没去过洛杉矶 我去过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改变了 还是他改变了 我知道你现在美国梦破碎 回到中国梦 不是 不是 美国西海岸梦破碎 我现在退休 我还是要不去欧洲 要不就是说 我假如挣够了钱的话 要不就 我觉得要去东海岸 就是比如说波士顿 或者说纽约 九呆啊 波士顿纽约呢 更困难 刚才那个地方 你往北一点 这是有一些 就很好的住宅区 不是 他不是很好的住宅区 我这次的感觉 为什么我有点不太想了 我开始觉得闷了 就是我在那走啊 甚至我问那儿 当地我们美洲台的孩子们 我就说你们在那怎么样 他竟然也说 说你们节目不都说过吗 说这儿是那个好山好水 好无聊 好山好水好无聊 大陆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 大陆叫啥 真脏真乱真快活 我是觉得就是 哎呀 整个地方都像是全天都在午休 那么一种感觉 阳光晒的你啊 简直就是昏昏的 就是 当然他们说呀 洛杉矶有很多特别好的地方 说你这个外来的 你就没找着人领你 说实际也特别棒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次我就感觉到 我开始想 难道我真的退了休 要到那儿去吗 生活下来很好的 那个地方很好的 你偶然去那里吃点东西 往住啊 那边其实是 其实非常好 至少我个人觉得 对 靠近就 亨宁能library 靠近那个加州理工学院 这一带 也不是那么贵 现在以中国的房价的概念 你以北京的房价概念 等于你就买个别墅了 而且你 别忘了 你的关键是退休 当你突然有那么多钱 要去退休的时候 坦白讲 你退休移民在那边 你可以飞来飞去 随便坐个飞机 飞去东岸 然后甚至飞回台北 飞回石家庄什么 所以你不会嫌闷的 而且当你赚了那么多钱 真的退休啊 你的健康 你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 你懂得享受那边的生活 而且别忘了 有Vegas 有赌城 你整天买个好车 开去一路公 一号公路 是 对不对 一个跑车里面坐三个人 一号公路跟Vegas 两个方向 这次我都去了 这次我都 我就开着车 去拉斯维加斯 然后去大厦 然后去一号公路 全都看了 而且这拉斯维加斯 我还拿这个手机 拍了一小段 你可以看看 拉斯维加斯的一些风光 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拉斯维加斯 我能不看吗 我一看到就哭了 给你们 're making good tonight man how about you guys Sunday night having some brews or whatever you're having 诶 你觉得就是我上拉斯维加斯 我觉得最有意思 就是我们白天到的 我觉得我看了之后 我也觉得拉斯维加斯 也不是我将来退休想去的地方 因为太热了 太热了 它比洛杉矶还热 它是在内陆 好像是不是一个 这么凹型的一个地方 热得不得了 然后我觉得这城市里的人 不爱穿衣服 他白天都光着个屁股 在街上走来走去 然后晚上 因为都住酒店 晚上我把这帮人 西装革里全扮上了 女的穿这么高高跟鞋 就去酒吧 很有意思 白天他脱了衣服 在大街上乱晃 晚上穿的西装革履的 到夜店去混 而且衣服都穿的特别少 后来我才知道 我们到的那天 就说酒店 全部酒店都订满了 后来我才知道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然后我来了 我就说 街上都是黑人 而且黑人就在 跟狂欢节一样 到处在狂欢 对 我是后来才知道 所以我说 我跟那个身边 有一群美女的那个人 叫梅威瑟 就是在那一天 我们到的拉斯维加斯 他打赢了 他打赢了 所以后来有人说 我说怎么 这街上这么多黑人 好像很开心 很庆祝 那才好 我跟你想法刚相反 Vegas是我的第二故乡 我早就跟我女人说 我退休之后 假如你有钱 你对老爸好了 就在那边买个房子给我 就住那边 可能因为我从小爱赌 另外 子东记得好久以前 有一部片 叫Living Vegas 就是离开拉斯维加斯 反正讲一个人 什么都不做了 然后本来做广告的 什么都不做了 跑去Vegas 那边住在那边 然后整天喝酒 赌钱 然后跟一个女的谈恋爱 要跟她谈恋爱 她跟她讲说 我告诉你 你要我跟你在一起了 只有一个条件 你要答应我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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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我离开Vegas 我这是我的一辈子 下面几十年 就在那边活着 那么完全是 后现代 完全忘记了时间跟空间 这是赌 赌跟喝酒 我也就有点不太理解了 为什么最多到现在为止 拉斯维加斯是最多 蜜月旅行选择的地点 就是结婚 结了婚都去拉斯维加斯 这一点我也不太理解 她也没什么自然风光 到那就玩酒店 而且你不能说 这情侣 蜜月都到那去赌博 也好像不是这么个乐 但是为什么仍然 好像觉得拉斯维加斯 是个结婚蜜月的一个城市 你觉得为什么呢 第一在那边可以很快的结婚 有很多人是去那里结婚的 前门截后门离 那里很多人去那里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二呢 拉斯维加斯 其实你要看 它有很多很好的秀 现在 是 它现在已经从这个赌城市一方面 另外它变成了一个 就是family度假的一个地方 有很多很好的秀 那你假如愿意在那里 你就不去躲 你就吃吃东西 住住好旅馆 就玩一玩 美国大部分的地方啊 都是工作型的地方 拉斯维加斯 是一个是个比较放纵的地方 而且美国人概念里面 也是去那个地方 他们不是有句话吗 就是保留在 Stay在拉斯维加斯 就到那里可以胡闹 就是说人在那里可以胡闹 对对对 胡闹很重要 胡闹就跟你婚姻的本质一样 应该不是说一样了 刚好相反 有点像是说 婚姻从此你进入一个固定的模式 可是在这个以前呢 就让我们把一切放开 你做什么都是许可的 你赌也好 乱七八糟 不正派 甚至吸毒 乱七八糟非常泛滥 普遍嘛 就说在你跑进地狱以前呢 你先去天堂 好好享受一下 他们是有这样感觉 或者说在去天堂以前 现在地狱里彻底沉沦一回 确实是这样 就就拉斯维加斯 好像很多人呢 就是结婚以前呢 其实好多人 他是抱着上刑场的心情结婚的 我听过好几个这个故事 就在拉斯维加斯 就是结婚的前一天晚上 女的找了个男计啊 找个男计 吃了伟哥 他最后玩这么一把 然后 这好像慷慨赴死了 第二天就结婚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我说虽然我对拳击没认识啊 但是我对美超有点认识 这个哎 他还不是重量级的 我这次在拉斯维加斯 看见这个梅威瑟跟那个帕奎奥 这么一个比赛成了一个最贵的 而且我现在看出来啊 什么NBA啊 什么足球啊 都不如拳击 这个拳击为什么 1.9亿 这个打这一场啊 这个梅威瑟1.9亿美元啊 他赢的这个方 输的是一亿 也上亿 整个这个比赛是六亿 对啊 整个这个比赛是六亿 要脸不要脸呢 我天 这这么多钱 而且两个人也没 好像他们把世界最有名的 几个运动员的收入 全加在一起 等于他这场球赛 就说这个梅威瑟挣的这个钱 你知道他能雇这个C罗 下半生给他踢球 因为C罗的周心 大概是20多万英镑 就是就按照每周的这个周的薪水 那么他就说 如果他雇这个C罗 跟他玩玩足球 他这钱 C罗的下半生 他就能雇 能能给雇了 你说这个梅威瑟是什么人呢 所以现在这种钱的比较啊 变成了 我在纽约碰到几个年轻人 也是这样 他们就在讲 美国人啊 就在讲 就是他们这场比较多少钱啊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在想 我们那时候还真不是这样 现在他们这样讲了以后啊 常常很认真的 就会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 产生怀疑 不像你 像你这么说说啊 我觉得你就是说说而已了 你不会就此 你不会就此 就怀疑你从事的这个事情 可是现在有很多 都是精英出来的 名校出来的 在找了很好的工作了 可是当他们一跟其他的 和同年龄的 或者什么人的比较 人家赚了很多以后 他们就开始 我这不知道 怀疑是什么意思 是转行吗 是完全 对 就是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 意义不大了 就自己怀疑自己做这个事情了 就是说 这种困惑 就是不是说这种 不成熟的小青年 所以我就觉得 而且他们说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常常年轻的都是这样 压力就这样大 我就是这样 我还是有很 我有很多爱好 我有很多梦想 我有很多追求 可是我现在渐渐觉得 就是这个 钱是最不坏的一个追求 就是 因为这个社会啊 已经变成一个金钱的社会 你追求钱 也不能说明你道德败坏 你取之有道嘛 但是你 而且你最后发现 就好比咱们做的这个 《强强三星》节目 好有意义 对不对 但是 我们也没有太大意义 但是 我们也没有太多钱 我们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挣不到这个钱 你知道吗 你可能做一些 更恶心的事情啊 还挣的钱还多一些 但是这个事情 你该怎么衡量 比如说 有些人就说了 你好比说这个画家 一个画家 为商业 去做了一些妥协 那么他的这个粉丝们 就包括我们腔腔的粉丝们 也会觉得 就说你们应该纯洁 你们应该单纯的就做这个 是吧 你看现在你们节目 这金罐都放进来 什么的 我说你不要讲这个 我说句刻薄的话 你不是真的喜欢 什么叫真的喜欢 打比方说 观众当中有有钱人 我说真的喜欢 你看看古人 好比说 古人说 有个有钱人 他说我爱达芬奇 然后我爱达芬奇 那么我爱达芬奇 我不希望达芬奇 为了挣钱 做任何下贱的 下做的事情 于是我怎么样 我养起了达芬奇 我养起了达芬奇 我还不是看不起达芬奇 我还不是雇佣了达芬奇 我是把达芬奇 当成老师一样 养在家中 尊敬他 让他搞他最爱做的创作 这个人就是美帝奇 美帝奇家族 今天说 我喜欢你这个作家 你要前行搞创作 我喜欢你这个画家 你要追求你的艺术理想 你不是真的喜欢 你真的喜欢 你应该养他 或者说国家 国家你是真的爱吗 国家你要真的爱 你应该把他养起来 你这是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讲 我当然再同意也没有 可惜是达不到 但问题是当事人 当事人真是不一样 我现在 我不知道 我那个时候受的教育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三个 第一 你interest 就是说你感兴趣 第二 challenge 对你有挑战 第三 you still get paid 就是说你还可以赚到钱 现在这个第三条 就很多人就是变成第一条 我就在担心 变成第一条以后 你会不大容易热爱你做的事情 因为这个 这个老在变啊 对不对 你今天就算你做投行了 明天人家告诉你 人家一个什么股股上市集团了 一个东西了 比你这个投行又厉害了 那你怎么办呢 我觉得 后天那个人一画一幅画 就卖几千万上亿了 或者收藏一个股东 没有 我作为香港人啊 我可能对这个有发言权 我从小 孔父子说小时候小孩要立志嘛 有个志向 我从小七岁开始就立志发大财 没有别的 就想要说我要赚好多好多钱 这样子 那混到今天还这样 惭愧还没自杀 那是今天才立志 那可是重点 我觉得说这个 一直以来啊 在所谓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而且我们再怎么看 这个社会也不一定每个都这样 可是重点在于说 当我们想要去赚钱的时候 今天比较让大家担心是说 会比较会不想其他的手段 简单来说不择手段 它那个不管是法规方面 或者说我们一般所说的道德方面 会把这个放在旁边 所以重点不是说 我把赚钱 你刚说子东说三点 把最后的赚钱 Gap Pay放在前面 我觉得放在前面无可厚非 他放在前面之后 用其他的方法 或者说无所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我觉得这个才是让大家担心 而且你刚说什么 好多人啊 就是说看到人家赚很多钱 这自我怀疑 这工作价值 为什么你一爱上赌钱 你就会完全不重视你手上做的事情了 因为很简单 你赌钱有机会赢很多 假如赢很多的时候 我手上赚个六月薪拿来干嘛 我本来就可以赢一百万两百万一千万一个一 可是我输很多的话 我更不重视我手上的工作 我都输了 不差这么一点钱 我觉得这里刚说的 让我想到那整个社会 就变成一个赌徒心态 大家就赌 赶快赌 赌钱是不择手段的 我管你的 这哎呀 拉斯维加斯啊 我有一个感觉啊 输钱太快了 就讨厌 不是 因为我这个人啊 就是跟你不同 我一点赌性都没有 所以我在世界上 每到了那种赌博合法的地方 我总要去赌一下 因为没有我可以去 你他但是美国人就是太强效率 这个不要脸 不就是说 他不像中国人 咱玩的时间长点 或者说那个一住啊 咱可以少点 他不是你你没法 你住的酒店下面就是 对吧 然后我说 哎我兜里 我说我家得玩玩玩两手 什么拿五百美元 他可能一个最最少一住 你也得二十五美元 而且他那个美国人干什么事啊 不跟你聊别的 就非常快 啪啪啪啪 一个啪啪啪 我说我想蹭杯红酒 在那因为喝酒都是免费的嘛 而且旁边还有穿短裙的女的 不给你端过来 我说 我说能给我一杯红酒吗 他说你是不是 你得坐在这玩 我说行行行 我坐在这玩 然后他就好 你等着拿红酒 然后蹭蹭蹭五百块钱 休了十万 我走了 红酒也没 红酒还没来 五百块已经没了 后来我又换一桌 又五百块钱 我说我拿来红酒 匆匆匆没两分钟又没了 我又不知道哪儿要找去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待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赌场 是个早泻的性格 他就是还没起呢 还没了 但是你的技术不好 你去以前应该给我个电话 让我们好好调教你 我告诉你 那会输得更快吧 去Vegas除了去住什么好的酒店 上面玩的100块50块25块的 真正很过瘾的一点是什么 你有车嘛 开去Vegas旁边的边边的小赌馆 小赌场 进去很阴暗的 我好喜欢去哪种 去哪种地方呢 都是什么呢 一些老头 也不一定是老头了 比较草根 有些喝醉酒的drunk 然后妓女 老妓女等等 这边可以赌五毛钱 一块钱两块钱 一样给送你啤酒 然后呢 而且呢 你赌那个扑克牌 你去大的赌场呢 我在想象马家会去的那个场景 对啊 我进城去啊 一群老妓女在旁边 打着他肩膀 我让他们全部过来 因为那边 就被他搞得这么瘦的 对对对 不是因为他们很小看到 在外面很小看到老钟 好不容易来了个老钟 这么近的 老钟 老醉鬼 老金银 三老 中年的老钟 中年的中国人 然后来看到我 哎 我去的学校 很年轻 大受欢迎 是是是 对 咱们这个是说的对 但是还是看看眉微色吧 对 咱们一吟一下 对对对 瞧瞧 因为这不因为这个人啊 他就是 他的出名就是炫富 他是你和中国人炫富 你看他怎么炫富 你再看下边 这都是他自己公开的 他就这么炫富 他拿着钱当扑克打 整天在屋里就玩钱 哎 这人 这像卖 卖表的二刀贩子 是吧 你再看下边 哎 那郭美美 就是学他的了 他的私人飞机了 这么多车 你看 他就是就炫富 你再看下边 你看 他 这个飞机上就一定有这么多女的 但是这个女的长得真 这是他表姐 没法夸他 我说 没法夸他 很爱国 我们夸他很爱国 哎 这是你看 车都是金的 这是他孩子 你再看看下边 这没位色 你看就是洗澡 必须要女人 这是个女人 还是个星星 就是说必须要女人 给他这么洗澡 就是这么炫 然后你看 被子盖着钱 睡 哎 到这种程度 我觉得呢 不算庸俗 这有点后现代了 当代艺术了 有点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了 再说呢 人家还是全真打得好 对不对 那人家至少是打出来的 那不会是作假出来的 这个花了这么多的钱 六亿的美金 但是打了一场 完全没必要看的比赛 大家都不满意 打的这个 最后人家输赢都看不出来 输赢都没看出来 都有争议 有人说帕奎奥 那个霍利菲尔德 就觉得是帕奎奥打得好 那最后 谁也没把谁打倒 我这次在LA也看了一场球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 没有到现场去看过MBA 我看过无数场MBA 这次呢 终于下大决心 花了钱 你还让我去看了 去看了一场快艇队 跟马赤队的比赛 感受我蛮深的 门票 怎么深 就是说 我这里是200块张 稍微前面几排 就是1000块张 那进去的人呢 就是像游戏一样 基本上是模拟吵架 就是说你选好了 这一个颜色 旁边另外一些人 支持另外一个队 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你坐在旁边的人啊 就是火大 就是 你知道你支持一个队 你每进一个球 你就说 可是对方一进球啊 那个人就坐在你边上 然后呢 拼命喊名字 你明白没有 他不容易打起来吗 就非常容易打起来 我就在想 我就老担心 他们会打起来 可是他们就不打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不打 他们就 这就跟成都的司机 男司机的司机不一样 他们就是一个模拟的发现 愤怒 你知道这一场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就这么生气去了 对对对 而且 ant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